第四節的碑里曼寶 我見到有網友說 沒有了家區之後 無主孤魂 我就有一些 東西想說一下 家區模擬是一個傳奇 沒得談的 很有才華 也因為早逝 也留下很多音樂遺產 我們現在都很喜歡繼續唱 但是 你問我 譬如 你說一下 Paul 他那個天份有沒有家區這樣呢 世榮很明顯沒有了 洪家強 也有天份之外 很勤力的 可能他很勤力 但又沒有家區這樣的天份 世榮就更加 很簡單 你看看過去的那些 合輯裡面 他們所佔有的 其實四人都有寫歌 哪個寫得最多 哪個寫得最好 都有個公認 但我亦都覺得 好像剛才有網友說 無主孤魂 我亦都覺得大家 我之前都講過 其實是有些低估了 三子時代的 其實阿正就是三子時代 正正是聽歌 其實是好聽的 我覺得 我覺得三子時的音樂更多元化 更多元化 更多元化 因為他那時候可能 有滾石 支持他們 於是可以多玩一些不同的音樂 不知道只是walking 以這一種缺口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95年 聲音 為什麼真的不是二拉後座 二拉後座是1994年出的 家區是1993年出的 那你問我這一首歌 不知道有沒有人這樣講過 大家可以覺得 是因為家區離世之後 譬如有些歌詞 我們看到有些聲音 永遠聽不到 那些 那些 這一首歌 我不知道是阿波社 還是歌詞 還是劉卓輝 即是那時候那個 即是成下合作的 擁憲詞人 你會覺得 譬如這些什麼 聖下鳥追憶 或是只得一套感應 這些 你可以覺得這首歌 是因為悼念家區 但是更加多 我聽下去 是因為家區的離世 引起 那時候他們大約是二十多三十歲的他們 是開始去思考生命那個本質 人很奇怪的 我們嬰兒出生到五六七歲開始 我們已經知道生老病死 但是因為死亡 好像很遙遠 我現在五十多歲 經歷了傷身也離去 或者朋友也離世 不要說動息 越來越覺得接近死亡 但是二十多三十歲的 遇上中天 我想他們都很驚訝 當日這件事發生 這些是有經歷之後 才會寫得到出來的歌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相對底下 不知道是因為他們有心 還是因為有這個故事 就是家區的離世 其實當日我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歌詞 對比起在四子時代 那些歌詞還在這首歌詞 那些歌詞 你會覺得四子時代的歌詞 有些是為苦生辭抗說仇 因為當時他們 當然在那個時代大家聽聽 他們是有探索生命異議的歌 但是這些 不要說動息 他開始探求生命的歌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太年輕 就有那個經歷 我認為Beyond三子時代 你真的要我選 我當然都是喜歡有家區四個人的Beyond 家區的名業強強 很多 多些 黃冠中的一些 有技術但美力差很遠 但是我自己 都不會覺得 其實Beyond 真是新Beyond 所謂的 三子 我都齊了他的碟 我都一樣齊了 我都覺得是很OK的 好了 我們先看看兩段新聞 第一段新聞 就是前大台小花 我就不知是誰 叫做岑潔議 他一開始 我就以為是袁潔議 但袁潔議就不是大台 為什麼呢 因為袁潔議早陣子又出來 有些新聞 好像說上大陸做show 那袁潔議 我講過 當然 當年的他 當然也是我的飛機偶像之一 因為我是親日見過他真人 因為他住康兒 當時我在康兒開舖 老實說 拖好生意 就沒有人看女兒 當然沒有生意 沒有生意 就跟朋友隔離那些 左右 吹吹吹吹吹吹 他們有時候都會見到 那些女孩子們上班 特別是上班 我沒有這麼早 就說這個鄭過鄭一定是這樣的 你會覺得這個屋苑裡面 康兒、太古城 那些典型中產的屋苑當然是正一點 第一 打扮好 第二 正所謂的總 好像是韓芯 老實說 老爸找到兩個錢 找到老母親都正一點 那生的女兒是否正一點 很簡單 其一其二就是打扮 所謂居兒氣養兒體 從小到大 又學芭蕾舞又彈琴 又去唱不知什麼的歌 你的氣質都不同 袁潔兒 就是我飛機偶像 你說氣質好 那些東西都沒辦法 正所謂分開工程度打飛機 那你何況 見到女兒 真的以為是那個女兒 原來不是 今天我們講的那個 叫做岑潔兒 他今年37歲 在2012年 即是 他25歲的時候 已經嫁了馬來西亞副相 就淡出了 那我不認識他 當然 因為2012年 其實前後10年 我都沒有看電視 我2002年都沒有看電視 前後10年 我簡直不知道有這個人 但我覺得是OK的 我們先看兩張照片 先看兩張照片 那 這樣看到是30多歲的 是 是 OK 再看下一張 說是坐私人飛機的 沒辦法 為什麼我才是私人飛機呢 大家看那個格式 不是 因為其實已經是相機 其實已經是相機 我也有個願望 我就不希望擁有一部私人飛機 我希望有機會坐私人飛機 都是好事來的 好了 好了 回到我們先 原這個岑傑儀出了一篇文 其實都可以講關於教育的 就是他帶他的小孩子 送他去九龍堂的一個面試班上課 大家搞清楚 首先要譴責這個岑傑儀 有寶寶班 有中班 有幼稚園 面試班 面試班是什麼呢 面試班呢 是教你去面試 即是等於 韓國有些補習社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是幫你的學生去補習 令到你的成績足以入到補習班 不是入到那間學校 這個面試班 我看完那些小孩子 應該 他就不是面試間幼稚園 可能有些幼稚園 開一些班 教人去面試小學 自己讀幼稚園沒有教的嗎 可能有些學校 覺得他更加抱於這件事 我估計是這樣 因為那個小孩子 我看到他四五歲五六歲 似乎不是有兒班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 他當日在香港 雖然馬來西亞富商 嫁了Dixon 但是他仍然是在香港住的 他說當日他掃眼 即是沒有化妝 就帶著兒子去面試班上課 誰知道 在門口就被一個短髮的嬸嬸確定 喂 姐姐 要Come here 那蘇姨 即是岑潔儀 就覺得 嗯 又被人當作自己是公人蛇 姐 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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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樂天 她說都見慣不怪 為什麽呢 她常常不化妝 都被人當作是公人蛇 你剛才看過她的樣子 是不能確新的 很容易被人誤會 如果你不化妝 扎起她的頭 那樣子 真的不奇怪 好了 那見慣不怪 因為她知道自己不化妝 她的樣子 真的被人認錯 但是她的問題是覺得 那個短髮的嬸嬸 態度很差 於是她就問了嬸嬸 你說什麽話 她就說 那個嬸嬸一聽見她說 咦 你說什麽話 咦 不是說英文或者歪音 是香港人 那個嬸嬸就說 不好意思 你是媽媽呀 過來這裡簽名 立即態度轉變 好了 之後蘇姨就去簽名 以及領取 就是一些 關於她的社會 然後送兒子進去 然後蘇姨再上去 問回那個嬸嬸叫什麽 她想投訴 怎麽知道嬸嬸就說 我是這裏校長 蘇姨就上網鋪了 她說現在真的要想 是不是要給兒子 在這裏參加這裏面試班 她說這個校長 怎麽可以這樣對人 就算是工人姐姐 都不能夠用這個態度 她說我怎麽能夠安心 令到家長安心送個小朋友去呢 她說 跟著 岑潔儀出了一個post 蘇姨 很多人問 你這裏校去哪裏 她說 我不開名是因爲 不想影響其他小朋友 我才能夠這樣說 在九龍塘區很出名的 另外 大家不要錯重點 我說我像姐姐那一刻 我也是搞一下gap 大家開心一下 令我生氣的 是這個所謂校長 竟然是用這樣的態度 呼呼喝喝姐姐 我自己對姐姐也不會這樣 她是一個不尊重的人做教育 還有校長 她真是好意思說出口 大家希望大家了解清楚才能報名 不要像我這樣 朋友說去就去 自己應該要了解清楚 因爲學費都很貴的嘛 這樣說 老實講 我就真是不明白 現在那些人 那些名校 還可以這樣的態度 那些是厲害的 咬你老母 你經常都會倒閉的 含家產 一間一間輪著倒閉的 咬你老母 現在還不代客議成嗎 咬你老母 習慣了 覺得就算是 我都要擦鞋 我又擦家長 我用不擦姐姐 那你就是含家產 就算你不用擦姐姐 你也不用這樣 不用呼喝的 喂 喂 Hey Come here 幹什麼 吵你老母 以前呢 我真的試過 現在我就不會了 就經常和這一類人吵架的 我和這一類人吵架呢 第一句最重要是什麼呢 吵你老母 那他就是不懂得反應的 咦 你講什麼 你講錯話 我現在吵你老母 吵你這個爛腫蟹 吵你大小陰唇 吵到你子宮流血 吵到你子宮生瘡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喂 最爛賤的那些說出來 通常要逼他怎樣呢 逼他都會爛 但是呢 如果做教育的人 他不是吵你如一 他的人格可以很低 通常他就真的說不出 這麼爛賤的錯誤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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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這樣吵他 真是很high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吵你了 吵你老母 吵你老公 吵你老婆 爛你老母 吵你老母 真是黑貓 吵你老母 我告訴你 但是如果他知道你有錢 或者有勢力 或者是政棍 傷人 你這樣吵他 他一樣賠笑 這樣賤的 你都見到不少這些人 不要開玩笑 華先生 不是的 什麼不是啊 我吵你啊 我 還不走 吵你老母啊 走開啦 跟你朋友啊 你說你真的是校長啊 死了 開你 混蛋 吵你老母 吵你 放著頭 吵你 怎麼煩修女 吵你老母 有沒有被耶穌 吵呀 有沒有神父吵呀 有沒有搞的學生啊 嘩 這樣一個一個 這樣吵架的 吵架 好了 俗語所謂 息字頭上的霸刀 我不知大家應該看過 我看這條新聞的真是好笑 吵你老母 這裡人家變成了七星俠 在我心目中 我一看第一副照片 你有沒有七星俠 話說,其實有這麼說,逐間在床見到老婆和人搞事, 是一定會生氣的,但是是否會打人,立刀斬人呢? 我可以給你一個答案,我不會,你老婆和人搞事, 其實有問題,不要說有問題,兩夫妻不要說那些, 你老婆一隻手掌刨不響,你怪那男人都沒有用,當然你會怪他, 但是你老婆不喝水怎麼可以按,牛頭低呢? 你成熟一點,沒必要出事的,在內地網絡流傳一段影片,我不播了, 片中男子趁著520,5月20日和Irie和一個人妻偷情, 誰知被人妻的老公捉姦在床,那段片只是21秒, 下一秒便見到這一個姦夫躺在病床上,頭上卡住刀, 畫面開始,見到一對男女疑似從房間走出來, 女人匆匆忙在吵你了母, 裙子裤子穿了衣服, 男人就有点尴尬, 始终被人捉住, 打下头的样子, 吵你了母, 然后画面听见, 应该是用户戚或有朋友用户戚, 有声吵你了母在家搞, 就是这个普通话,吵你了母, 然后画面就在这一声拍到, 鏡頭一轉就是看到有個疑似姦夫的男人躺在病床之上 我們先看看照片 看一張照片很蒙的 那個女人在後面 其實這樣被人捉單在床的 在家裡看不清楚 但就這樣用這張照片來判斷 看不清楚是看不到的 但照樣是Eatable 你沒有的 你當然是一個年輕人 純粹是這樣的 那男人 你老實說 畢竟都是搞人老婆 都不會很大肆的 他就扭頭了 老實說 我看他 放口大臉 你一刻就直接 喂 幹什麼 吊你老母 你不陪老婆 我陪你 那就是胡埃尼 幹什麼 吊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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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樣 你如果說了這些說話 叫做迫虎跳牆 你就預了他 吊你瘋狗一樣 那你有沒有這樣的身手 正所謂 吊你老母 喂 吊你一人 一人拼命 都萬夫莫敵 吊你老母 你真是傻佬 很可怕的 或者我們看電影 你這樣 斬開你的手 他兩人都和你死過 你真是很可怕的 嗯 好了 鏡頭一轉 吊你老 你幹什麼 吊你老 吊 這個真的很神奇 你真是假裝的 混蛋 第一 他都是菜刀來的 是 第二 我們從這個菜刀來看 他起碼要有兩吋多 你吃了進去 嗯 過頭裏面才卡到 這樣 是啊 是啊 吊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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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家裡是醫院 但是應該是醫院 為什麼呢 你看後面那些插槽 但是在旁邊那些 旁邊就不像家裡 但是在家裡 你不會吊你一張床 吊你老母 這樣不要懷疑 吊你老母 老實說 你還不是七星盒 大家知道是七星盒 吊你一把刀 喂 喂 說真的 你這樣想 未必 九成我覺得會死的 你不死 都爆了 剛才的血流魚子 是啊 又沒有血 但是醫院不用拔一把刀出來 那很難說 因為 醫生未來 即是當日我們 即是三四年前 當日三四年前 當日三四年前 吊你了 吊你了 我們有些工友 吊你了 我給你一枝降筋 插你一隻手和一隻腳 二十幾個小時都在急診室 因為 聽上去就搞錯了 但是其實 如果一段延下 你沒有內出血 沒有性 那些外商 看你沒有發燒 他都是給你一點點滴 你 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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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是否人家做片 就真的是不好說 是啊 吊你了好沒有 喂 說真的 你這樣夠膽 兜頭劈下去 不是容易的 加巴多 今天賽刀 還有 你賽刀是不是這個位置卡下去 你想想 你的兜頭劈下去 就算卡住 應該是中間的位置 就不是這樣 所以這一段片 是令人有些懷疑的 迫而赤康 OK 好 回來回來 好了 喂 卡L 就到了我們的studio 所以我賣完廣告之後 接著那兩節 我們就做這個 童途萬里人 那賣廣告之前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趕快賣廣告 我們去看看廣告先 好了 各位網友 今年 我剛才今天 先開始收拾貨場 收拾到少少 去了解一下 消貨的情形 跟路友聊聊聊 香港原來 這個五月 一來又不好 二來 我不知道什麼氣氛 還是怎樣 其實原來 是五月比四月差 四月比三月差 三月比二月差 二月比一月差 就是一個月不及一個月 死過蠟肉 我先不要說我 Vita L 是不是很靜 五月 都靜的 OK 我希望大家 你與我通 做不禁 我又要出去 就是大家常在收拾 我們有時看到網友 移居海外的網友 經常想香港死 你知道香港死了 對他們來說是 證明到他們的移居 是對的 但是 我們 香港是我們家 在一起 學柔偉智說真的 我還是說一句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說 我們一直留在這裏 他說改好它 變回好它 還是怎樣 還是光復香港 這個不能說 但是 但是 我又真的看不到我們可以怎樣變好 最慘就是這樣 你連一些基本上 是照顧不到香港的消費的行業 例如零售飲食業 其實佔我們GDP是非常少 連這些佔我們GDP非常少 就是照顧不到我們整個七百多萬的香港的行業 都含家產 那你還可以說其他什麼呢 OK 所以呢 就是 希望大家 我也是說那句 我知道大家 那個 倉底應該還要收賣些 你始終都要洗的 喂 麻煩 現在你又洗 有少了地方洗的 似乎 你不用了 你知道 那裏 給10元都會被人吵的 我這裏不會 各位網友 你現在你放給我 10元我都歡迎 好 我不會說你當我乞衣 你不如不要給 吵你老母 她說什麼 她說什麼 不如你開價 自由定價 自由定價 老老實實說 梁哥 你說得自由定價 你又不會這樣 你不如說 由100元起 自由定價 那就好好的 你都歡迎 各位網友 我願意請大家 今天呢 有什麼表演 我又收到 來自愛爾蘭的錢 愛爾蘭是什麼 其實不是 是Youtube的錢 是來自愛爾蘭 因為愛爾蘭為什麼 我想他們是走歲的 再破我們的身低 就是我們廣告的身低 這就是什麼廣告 其實我是沒有研究它的算法 可能我們長期的黃標 我們長期黃標 我們沒有一集不黃 你們是不是這麼有義氣看廣告呢 你記住 那些錢裡面 可能已經包括了我們這些課金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有人說 靠Youtube去賺錢 我就真的覺得 這麼厲害 或者有些人有 或者 好像陶傑那些 一天出兩條片 每條片四五十萬人 會好些 但是都不會多 我跟大家講 有數計的 有數計的 我是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兒子還有幾年在那邊 他就算讀完 明年也是畢業 他會考慮專業人士排 我不要講什麼 會計的 講完也不必要 要不然也不知道 他現在每天這樣 我兒子留年賭場 一個禮拜 七天留年賭場 因為他現在不用上學 每天早上起床 兩、三點起床 去賭場 到晚上五、四、五點賭場 他現在的生活態度是這樣 很棒 這樣搞法真的不行 雖然我知道 我覺得他始終都控制不到自己 但是因為他是我的兒子 我覺得他也不會這麼親密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 搞檔事給他做一下 譬如我們交修 煙雞又在那裡 我也有同理 因為我覺得我的東西 一定可以賣 我去完之後 你沒有 你喝一口湯 都沒有 為什麼不賣這些東西 讓我考慮一下 各位網友 宿西請到我們去 阿普希特 麻煩你 這次 我們連這些種 都可以賣 其實 我實在說 不是 都不錯 他覺得不錯 但我對比去年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 I have to ask 我要问一下为什麽 你们不敢吃种午餐今年 各位网友 不用担心 特别是我推介甜种 一定要是 58元你不用多买一只 为什麽我这样说 我都说对于赚钱来说 我更加重视的就是开心 我真的很想你们吃一下 原来甜种可以不甜而那麽好吃的 三种口味 红豆 砂 莲蓉 两样东西 豆沙和莲蓉 还有我们的柚子味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58元 至于传统的 就是我们的传统 就是鲍鱼果精种 用南非鲜爆那麽似 鲍鱼果精种 178元 瑶柱那种78元上来买 我们再去 继续课金继续课金 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介绍这些 多少钱一百多元 不知138元 128元 148元 我都不记得了 什么东西来的 烂购牛丸 牛丸 biffball ok 就是烂购牛丸 没事吧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 必杀忌之一来的 非常简单回去 甚至简单到 你甚至简单到 测得烂购牛丸 才造成的 無添加是日航 即是現在常常在撞機那間日航 日本航空公司JKL的 球等和商務艙的指定飲品 一年只供貨4至5個月 季度一個都沒有了 28元就知道 這些又不是賺錢的東西 即是你上來 喜歡買一箱你喜歡買一支 沒什麼所謂 試一下 OK 好不好喝 就喝過就知道 金汁28元 好再去 好了 這個就是我現在手持的 金莊猴黑魚湯包 其實類似的高湯湯包 我除了金莴猴黑魚 龍魚湯 我也有很多 但是我仍然堅持 當你20多人在歐洲之後 你會發覺 這個金莴猴黑魚湯包 是我居家旅行的必備 特別是那些不無知地 好像歐洲 不是貴州 是歐洲 一定要帶的 買一包下去 我隨便把烏冬下去 因為天下微微落兩粒蔥 你可以用來做高湯 68元 沒有美精沒有精 OK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你自然要適合發揮 好像茶包一樣 倒一包下去 你會做很多東西 我再去 好了 現在很久沒有介紹 我們廣告片是有的 就是這個富士紅燥 我都買了幾多月了 其實我當時 保證他們的表現是沒有取消的 喝過武校10倍鳳橫 沒有回來找過我 就是鳳橫買 因為其實你找我都沒有 我都給你花10% 日本的富士紅燥 一支439 買到一包就沒有399 是絕對對你的內臟脂肪 對你 其實血管那些都不說 膽褲褲都不說 是非常有功效的軟化血管 當年 譬如你喝開我們那支 馬來西亞的醋 你有沒有必要喝這支 其實也沒有特別必要的 我只可以提供多個選擇給大家 因為有些人受不了 馬來西亞的醋味 酸濃 酸頭 我喝這個富士紅燥 因為他們每年 其實是自己都不夠派的 所以你現在香港 有幾個兩三個 我所知 你都很好珍惜 富士紅燥 439元 一支可以喝一個月 好 再去 好了 很久沒有介紹 我是不是沒有買 不是 我的生髮產品 太多了 什麼生髮機 髮油 什麼美髮素 食物 大家不要忘記何手烏 最大功效的就是 大家上來找15壺 15壺堅持了一年 一年 何手烏就倒進烏裡噴 燒燒燒 結果呢 脫完現在的頭髮 哇 真是虛無寸鐵 多了 你真是不信 因為之前的頂部也有點少了 畢竟有年紀 我姐姐 OK 大家真的可以試一下 喂 噴到頭上 洗頭組 當是Gel這樣用 可以 喝一點點可以 而且除了脫髮之外 去倒腎 OK 這裏都說了 失眠的那些全部是OK的 298元一支 如果用來噴頭 你一支有時間用 糟糕了 因為你等少少少而已 不戴半年都半年才可以 OK 298元當然還有一條筋 我都不說了 再去 好了 最後就是我們這一張 除了我們的黃晶片 或者我們現在買大熱的 蛹蟲派之外 不要忘記我們仍然有 很多客人在吃 就是來自印度 阿尤德拉 即是阿尤德拉 印度醫術裏面這個牌子 阿尤德拉 選擇的 Ultraman 我們叫做 OK 裡面一盒 只有60粒 399元 OK 最佳的服用方法 每一天的第一餐餐前 可能是早餐 可能是午餐 第一餐餐前 OK 用一杯暖牛奶 送一粒 最佳的服用方法 但你何來每天用一杯暖牛奶 暖水 那就沒辦法 用暖水 每天一粒 效果其實 因人而異 都相當顯著 根據我一些 繼續服用Ultraman的朋友 他們是怎樣服用呢 每天 好像我這樣說 一粒 好了 但是去到運動前 大家當然知道我 說的什麼運動 真是吵架 運動前兩個小時 我會吃過 嗯 是嗎 哇 我當然還有很多介紹 但是我不賣出來 我不給你們 390個元 老實說 這個幫到你的手 你不需要有七九九的 就是 擅長 就是擅長 擅長 就是 那為什麼你要賣這麼多 因為有些人 這隻不可以 擅長 有些人這隻擅長 擅長 也不可以用黃晶片 有些人三隻都不可以 其實都不是多可以 最少不可以 都不是多可以 OK 當然我還有一些馬卡片 那些 大家 因應自己的需要 比如其實Ultraman以外 我們就叫Ultra Woman 水多多 你有沒有聽到水多多 想起來那些壞事 其實那隻水多多 反而還比Ultraman還好賣 為什麼 我們很多網友 是買給他媽媽 七六八十那些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Ultra Woman 對老人家 真的寧寫是見效的 有些網友 90歲 吃完一兩天 由以前不下床 可以下床 以前過不了馬路 現在可以過馬路 很見效的 所以我們Ultra Woman 可能是很好賣 反而是很古怪的 OK 其實我們真的有很多產品 不能盡農 簡單一點 你上去的網站 遲些我會弄一些PAT 好像別人懶惊 在公司 將PAT 就上不到網 什麼都不是的 只是將我們所有產品 大大隻 即是他們不夠眼 你這些網友 那什麼 你沒想到看 自己放下 這個是鵝掌 跑魚鵝掌 這個是海南茶 這個是金湯刺 這個是龍蝦湯 這個是日本麥寶啫理 我隨便說 你有沒有聽過 什麼白雪乳 說我多東西 都很根本 老實說 所以 有些人跟 13、15說 你經常說 金湯資源 只有幾樣東西 哇 幾樣東西 我們已經突破了 一萬個小氛圍 其實就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不同顏色 也有 一萬個 真是很誇張 大家上來瀏覽一下 休息一會 我們到我們的旅遊環